你知道三高的問題有可能是睡眠造成的嗎 病患被診斷有高血壓 可能就要開始吃藥吃一輩子 其實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那如果說醫師都不幫病患注意睡眠當中發生的事情 就都看表面 血壓高 血壓 睡覺繼續缺氧 那你覺得血壓會不會好 絕對是要吃一輩子 其實我之前也是很年輕的時候就有血壓高的症狀 那後來我去Stanford 我的老師 他看了我臉就是說 你有呼吸中指藥來做睡眠檢查 後來治好之後 血壓真的是不用吃藥就好了 今天邀請到睡眠權威江秉穎醫師來告訴大家 睡眠障礙不處理 嚴重可能會導致中風猝死的意外喔 如果不吃藥又能好好的睡一覺 讓專業者來告訴你 最近啊就是一直我有睡不好的問題 對啊你也看得出來 我現在憔悴了非常的多 沒有我覺得你瘦下來後看起來很像扶山雅 扶山雅 對 因為我瘦下來是因為我睡不好 然後我睡不好的時候有時宇也變差了 所以今天這一集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對 那我們今天下班記憶學又來到民意系列 那我們請到的是思維睡眠醫學中心的院長 也是乾隆總的睡眠醫學中心的副執行長 今天江醫師要來幫我們解一些疑惑 我睡不好我都沒有吃藥 可是這件事情就讓我睡到半夜就醒過來 然後可能睡到四點我就醒過來 然後就再也睡不著這樣的 所以到底應該怎麼辦才好 其實睡不好要把它分是有沒有生病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生病自己再怎麼調整 事實上很難治病的 那我們知道睡眠障礙有83種 也就是說就好像白天有高血壓有心臟病有痛風 有糖尿病等等 有很多種不同的病 另外就是在睡著之後其實也有87種病 所以如果說睡眠不好 絕對是要做睡眠相關檢測找到原因 所以三高的問題知不好 跟睡眠有關係 有直接相關 譬如說現在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高血壓的部分 因為其實不只是一般民眾 包含連醫師 他都認為說只要病患被診斷有高血壓 可能就要開始吃藥吃一輩子 其實是完全錯誤的觀念 因為我們現在也知道八成以上的心臟病高血壓 就是因為睡著之後呼吸中止 每天缺氧 那心臟負擔慢慢加重 血壓就會慢慢上來 那如果說醫師都不幫變換注意睡眠當中發生的事情 就都看表面 血壓高血壓血壓 睡覺繼續缺氧 那你覺得血壓會不會好 絕對是要吃一輩子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們幫他找到真正的原因 如果說睡著真的有呼吸中止 不只是他睡眠變好了 血壓也會不要而喻 全世界的比較知名的睡眠中心 都有這樣子的一些分析的研究發表 在國際的學術期刊 包含西英格蘭學雜誌 然後美國醫學會雜誌 叫JAMA 還有LANCET 曾次洛等等 那後來基於這些發表的文章 我們在2017年代表台灣去APEC 亞太經合會發表一個專題演說 告訴這21個國家的這個衛福部的部長跟次長 他們八成以上的醫師 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國家的國民 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痛風 吃藥一輩子不會好 因為我簡單告訴他們一個答案 因為你們國家的醫師 沒有一個醫師注意病人 睡眠當中發生的情況 是 那醫生你也為什麼會特別關注睡眠這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切身之痛 我自己本身很年輕的時候 血壓就上來了 而且以前是爬一層樓就會喘 爬一層樓就會喘 對大概30出頭睡就這樣的狀況 而且白天就很累 就是很想睡 每天都睡不飽 這就是我的症狀欸 我是第二個很想睡這樣 那第二個切身之痛是我的岳父 我的岳父他中風三次 後來過世 那第一次中風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台灣 還沒有去Stanford進修 所以不知道 反正就依據神經科律師建議 就說反正中風就要治療 那慢慢復健 有比較好喔 甚至可以自己吃飯 可以走路 雖然比較不穩定 但是後來我去Stanford進修學睡眠之後 他在台灣中風第二次 中風第二次就臥病在床了 沒辦法 那我在Stanford有聽到老師講說 其實有很多的中風是因為睡著之後 呼吸中止長期缺氧 然後血管變脆弱 那這時候我趕快打電話回來 給台灣的我的同學 請我的同學趕快幫我岳父做睡眠檢查 發現是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 一個小時呼吸暫停38次 38次喔 你不是不遑多像嗎 我將近40次 我39.9次 那因為岳父年紀比較長 所以他缺氧時間可能已經很久很久了 所以山高全部都有 然後後來就導致中風這樣子 那到第三次中風就過世了這樣子 對非常可惜 真的有人是可以靠調整了睡眠 他的山高就不要而喻了喔 我去Stanford我的老師 他看了我的臉就是說 你有呼吸中止要來做睡眠檢查 後來治好之後 血壓真的是不用吃藥就好了 爬三層樓都不會喘 所以醫生到底一夜好眠 我們要注意哪些事情 要睡得好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要先確認有沒有生病 譬如說如果他真的是有80幾種睡眠障礙的其中一種或兩種 要靠自己調整其實是基本上不可能 因為就好像我今天我心臟病我心臟不整 我不是我胃潰瘍 我要靠自己去調整讓心臟不整變好 或是讓胃潰瘍變好有可能 基本上睡眠大家有睡眠疾病的觀念 不要想說睡眠它就是一種現象 自己可以調整 就即便是很多人吃完美要吃了三天 睡了好他自己開始減量 哇那就完了 因為他這個開始又不穩定了 會影響到後面治療的成功率 千萬千萬不要把治病這件事情 當作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第二個是入夜之後最好都不要運動 是天黑以後嗎 對天黑以後 冬天可能就是下午四五點 那夏天就是差不多晚上的六七點 那晚上散步都不可以嗎 最好不要 不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以後更好睡 散步慢慢的就是說休息的這種散步 放鬆心情是OK 但是有些人散步就會流汗 或是說有些人做核心就會讓核心體會上升 可能這些都是不利於睡眠的進度跟維持 睡前三個小時不吃大餐 那如果說我們只是吃一點點東西 有的人喜歡吃宵夜 對不對 哪一些東西不能碰 一般比較刺激性的 尤其是辛辣的食物 或是有含咖啡因的像巧克力這種食物 那酒精絕對不能碰 酒精不能碰 我現在看到我媽媽可能在睡眠上面有一些 可能想要幫助自己入睡 他就會邀我爸在睡前小酌 兩個人喝掉一罐葡萄酒 然後茫茫的去睡 這樣是錯的嗎 其實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但是因為很多人他睡不著 他就喝酒 喝酒之後就會微醺 然後就會睡 甚至喝到醉這樣子 那其實不要忘了 酒精除了可以放鬆腦袋 也可以放鬆呼吸道的肌肉 跟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 安眠藥是同樣的效果 變成說第一個 他很多人喝酒之後打呼會比較大聲 對 這就證明了他呼吸道是被放鬆的 那這時候有可能會 產生呼吸中止的風險就更高 就是本來沒有後來就喝酒 變有了 或者說本來就有他會變更嚴重 那另外一個方面來講 酒精他的學名叫乙醇 乙醇代謝之後會變乙醇 對 乙醇的話他其實就是讓人喝了酒之後會 臉紅啊心跳加速啊 甚至會噁心想吐頭暈 這個都是乙醇的一些副作用 那也就是說 乙醇雖然一開始可以讓人比較容易入睡 但是 代謝成乙醇之後 他其實會讓睡眠的整個結構會更不穩定 也就是說會更淺眠更容易醒來 所以那個睡眠品質是不好的狀態 這叫飲鎮止咳 靠喝酒住眠的人叫做飲鎮止咳 其實飲鎮止咳也不是只有靠喝酒 因為其實我記得之前看到一個數據說 全台灣人每年大概吃安眠藥的這個數量 一年會吃掉9億顆 如果把它排起來的話可以環倒12圈 代表台灣人真的很愛吃安眠藥 而且這個是健保開出來的喔 就是有申報健保的9億 還有黑數更多 我也有收過很多健保開出來的安眠藥 所以醫生有解決那個 失眠沒有一招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以讓大家不吃藥也可以一覺到天亮嗎 千萬不要沒有做檢查早晏就直接吃安眠藥 因為有很重要的發現 而且是發表在國際的學術期刊 甚至上個月的歐洲睡眠醫學會也發表了 另外一篇 長期服用安眠藥導致惡性腫瘤機會高兩倍以上 對就是總平均喔 就是說不是只有肺癌或什麼 其他全部包含腦癌都有 所以醫生有沒有一些可以幫助我們睡眠 比較天然的方法 如果自己有嘗試過可能就是放一些冥想的音樂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天然的喔 其實最天然的方法就是 有一句話叫做 在白天做規律有效運動 雖然它一句話但還有三件事情 一個一定要在白天做 白天做 對太陽下山之後不要做運動 第二個要規律 規律 對因為我們每天都要睡覺 所以你就要每天運動 那第三個叫有效 有效的定義就是說 在運動的當中呢 要讓核心體溫能夠上升0.5度 那我們知道核心體溫 它在白天跟晚上 它是會有昼夜節律的變化的 一般核心體溫最高的時間 是在傍晚四五點鐘 那最低的時間是在凌晨四 四點多三點多這樣子 對那如果說 整體時鐘檢查的時候 看到很多睡眠不好的病患 它的核心體溫變動不大 變動不大 就是白天也不太高 晚上也不太低 那我們可以透過剛剛講的 在白天做規律有效運動 把白天晚上的差別拉大 這樣晚上就睡得比較好 怎麼量核心體溫 對這個很難量 但是其實有一個很好辦法 量肛溫是可以量核心體溫 但是沒有人去這樣做 其實剛剛有講到 這個睡眠障礙的兩大的這個原因 一個是失眠 另外一個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這個你身有所改 可是醫師我們剛剛一直講到 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對於很多人來講 還不太懂它到底真正的定義是什麼 比如說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就可能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其實我們講定義的話 就是說在睡眠當中 呼吸暫停每個小時超過五次以上 每一次的暫停超過十秒鐘 就符合睡眠呼吸中止的定義 所以正常人會少於五次 所以正常人也會有睡眠呼吸中止問題 但不會那麼高 對不會那麼高 醫師其實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有提到 有一些人他的三高 可能是因為呼吸睡眠中止症所造成的 那要怎麼去判定他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他本身 已經有三高的其中任何一種 或兩種或三種都有 那同時他又有打呼 如果說有這個呼吸中止的 一些典型的症狀 譬如說打呼 白天會睡不飽 或是半夜會需要起來上廁所 這件事情 甚至小朋友過敏嚴重黑眼圈 這些不是因為過敏嚴重才會黑眼圈 是因為過敏嚴重 導致睡眠呼吸中止缺氧之後才會黑眼圈 所以其實很多的徵兆可以告訴我們說 他的這些三高可能同時存在的是呼吸中止 但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太確定 他到底是呼吸中止造成的三高 但是我想請問大家 缺氧這件事好不好 當然不好 對嘛連小朋友都知道不好 所以不管他的三高是不是呼吸中止造成的 這個缺氧是不是要治療 那治好之後他三高如果下來 那表示他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照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有三高 就是不管是心臟科或是心臣代謝科 精神科 其實還是要去看睡眠中心的匯整 對至少先注意一下睡早之後的狀況 那最嚴重可能會怎麼樣 最嚴重 就比較常見兩個 一個就是會猝死 猝死 對因為我們在看病患的睡眠檢查的報告的時候 常常會發現一次呼吸暫停會超過60秒鐘 那就會 會猝死的風險很高 對 因為我前一陣子有一個 就是想要上上個月有一個記者朋友 然後他就是他們剛生小孩 然後先生就晚上就抱小孩子 就睡睡睡睡 晚上就沒有聲音 他已經習慣他先生打呼囉 結果後來他就起來看一下 看小孩的時候看一下 欸先生怎麼沒聲音 一摸 他真的沒有呼吸了 沒有呼吸了 結果他就他搖他 他也沒有回來 就是趕快就送醫 結果他竟然他呼吸中止快要半個小時 結果撿回來之後 他現在可能頭有一點受損這樣 所以這也是睡眠障礙造成的 很可怕 既然這個呼吸中止症這麼的嚴重的話 可能會有導致這樣的一個後果 有沒有一些可以治療的方式提供給大家 絕對有啊 一定有效的有兩個 一個就是睡覺考慮帶一個正壓呼吸器 就呼吸器 就是睡覺的時候塞住的時候 他靠這個正壓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正常呼吸 那就不會呼吸中止了 那第二個叫做睡眠外科的手術 不過最近有很多病患或是朋友 反映說 他們很不喜歡去睡眠中心睡一覺 因為睡一覺的結果 就是一台呼吸器要賣你這樣子 那這個大家就反感了嘛 事實上呼吸中止治療 不是只有呼吸器的選擇 一個好的睡眠專科醫師 他其實要告訴病患所有適合的選項 而不是只有呼吸器這個選項 對 所以剛剛講到說第一個是在呼吸器 第二個是外科手術 睡眠外科 醫師其實有聽到有一些朋友 他如果有睡眠中止的問題 會找牙科去做手術 這個是可行的嗎 其實我們非常不建議 就好像剛剛講的 如果今天是心臟病 去找個腦外科開到 大家是不是覺得也是不太適合 因為不管是牙科還是耳鼻歐科 雖然說都跟呼吸道有相關 都跟口腔有相關 但是在整個訓練的過程 其實在呼吸中止的整個解剖構造 生理的一些狀態 事實上是不完整的訓練 因為我自己是耳鼻歐科 我非常清楚耳鼻歐科整個訓練過程 並沒有包含完整的睡眠外科的訓練 內容 所以變成說開完刀也是只有一半 不到一半的效果 那牙科是在哪一個部位 幫大家去處理睡眠中止的問題 療科醫師比較常做的就是懸用錘的切除 但是懸用錘切除就剛剛你想講 變成說切掉之後他就不會打呼了 但是他就把那個 唯一的警訊把它給掩蓋掉了 但是疾病還是存在 因為我之前去諮詢很多 醫生就講說有可能手術完還是要帶呼吸器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嗎 那個您問到的醫師 絕對保證不是睡眠外科醫師 我非常保證 所以如果說真的用外科手術的話 就是可以不用帶呼吸器 對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耳鼻喉科開完刀還有可能要帶呼吸器 譬如說我們今天是鼻子 歐瓏跟蛇根阻塞 那如果說這樣就好像一個水管有三個地方狹窄 那耳鼻喉科醫師最熟悉的是鼻子跟喉嚨 但是蛇根不太會處理 甚至骨架後縮不太會處理 所以開完刀之後大概就好一半 像我這種骨架後縮的還是要去給那個睡眠醫師來看 對 但是手術完會不會有後遺症 基本上一個成熟的技術 就好像這個飛航的技術 其實成功率安全性都是相當高的 對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跟身邊的朋友講 我們應該也好好來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醫師帶給我們這麼多珍貴的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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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